大家好,這是國恒電訊的Youtube頻道 我們訂購WhatsApp號號是97964328 歡迎收看,謝謝一直以來的支持 來個快閃介紹 首先有這個華為M6 10.8吋,可以跟著鍵盤 可以變身一個電腦模式 再加上M-Pen就十分完美 然後M6還有一部Turbo版,就是8.4吋 小米平板4,8吋 現在都便宜了很多,有Wi-Fi版LTE版 除了8吋,還有10吋 OPPO Reno Ace,右邊那部就是正常版本 左邊有Gundon的Load Icon,就是全球限量3萬部 而這一個就是獨角獸的C1手掣 另外還有一個布桑女妖的Earphone 藍牙Earphone 來到這裏,就是華為的Mate 30 Pro 5G版 5G版有256和512GB 另外有玻璃版和針皮版 有Nubia Z20 Z20是一部十分有趣的電話 一部電話前面一個螢幕,後面一個螢幕 而這部機最特別之處 除了雙螢幕玩法 它是沒有前置鏡頭的 所以它正面的螢幕 平佔比是相當高的 即是飛走了前置鏡頭 即是沒有打孔螢幕,又沒有升降鏡頭 而去到後面那塊小一點的螢幕 好像水墨顯示的效果 那邊有一個主力鏡頭 是旗艦級的主力鏡頭 4800萬像素 Sony旗艦感應器 IMS586 所以自拍也是那顆 拍照也是那顆 十分有趣 拍照十分厲害 之後有一部 這個就是華碩的ROGE 可以改國際網 改了之後可以 GPay 即是以前的Android Pay 付錢是沒有問題的 Nestwick暫時都沒有什麼問題的 還有 4G加VOLTE 都可以的 這裏有兩部大螢幕 華為的暢向MAX 是可以改為國際版的 那就是變身做 華為的YMAX YMAX 勝在出廠是可以改為國際網 所以就贏在起跑線 由國際網做家底 即打底 一部7.12吋 十分之大 那榮耀ROGE10 這部也是十分之多人買的 現在都便宜了很多 現在6G加1.128 都是千多元的 不過這一部呢 就沒有國際網 那如果你喜歡國際網 就買旁邊那一部 如果你不介意沒有國際網 我建議你買回榮耀ROGE10 因為CPU厲害很多 VIVO的X20出號 這個平戰比是很高的 因為它不是用打孔的 它的前置鏡頭是升降的 所以它前面的平戰比 都是相當之高的 還有帶電 HIFI晶片的 AKM HIFI晶片 聽歌都可以 而這一部呢 就是OPPO的副 另外一條LINE 即是副品牌 就是ViuMe X2 Pro 這部機 性價比相當之高 很多人買的 那這部這麼多一部呢 其實在Youtube頻道 全部都有介紹過我的 那你們自己進去看看吧 多謝你們的支持 好 以後送貨 再見 再見 拜拜